还要来关心金融市这里的疫情 在昨天新增了三个确诊个案 市长林又长 赵丽是在早上 再次召开了防疫的记者会 这次就公布了足迹 不过当中比较让人担心的是案8220 这是一个70多岁的男性 他是当大楼的管理员 他在5月初的时候曾经到过万华 但是发病超过两周之后才确诊 而且还四次到了诊所去看病 现在就呼吁了有接触的民众 主动出面筛截 基隆市长林又长脸书 剖出好不容易可以在办公室 沙发上休息的照片 因为5月31号基隆确诊个案三个 似乎稍微获得控制 案8218是40多岁的女性 在美法店工作 提醒有接触的消费者多加留意 但是8220的70多岁大厦管理员 情况就复杂许多 5月10号到这个万华的心爱茶艺馆 从有症状到确诊已经超过两个礼拜 期间接触过多少人恐怕难以追查 而案8220也有万华足迹 再凸显北北基陶不只是共同生活圈 林又昌再次呼吁防疫也要区域联防 中央在考虑防疫的整体的一个分配里面 并没有真的做到区域联防 物资或者是疫苗的一个分配上 请把基隆比照双北来对待 请中央别忽略基隆 疫苗政策也要说清楚讲明白 那在疫苗之前是人能平等 那我们大家不要乱 CDC应该要做更清楚的一个说明 也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这种语言 不希望疫苗采购多头马车 但林又昌为了基隆的防疫 再向中央喊话 希望快快被听见 华市新闻张志勤陈一伟特别报道